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美食水千千 今天要來做三色蛋 我每次看到菜單 只要有這一道我一定會點 不過好像不是一個比較 多人會點的小菜 有人跟我一樣每次看到 我一定會點 那因為我看食譜好像蠻簡單的 就是一個我好像做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做它 比例是十顆蛋 四顆的生鴨蛋 跟四顆的皮蛋 這裡掃一顆又被我 拿去泡泡麵煮掉了 那首先呢我們先把皮蛋就是蒸熟 因為蒸熟之後呢 你在切的時候它的蛋黃會比較 比較好切 水滾了之後呢把這個 皮蛋丟下去 我其實 找這個生鴨蛋找超久的 而且我真的沒有想到原來生鴨蛋是長這樣的 看起來好像蛋薄啊 嗯...不好說 先把它洗一洗 這樣沒空給人吃一兩顆 有沒有覺得脫胎環果 接下來呢 先把火關起來 接下來呢把蛋黃跟蛋白分開 接下來是生鴨蛋的 這個 它裡面的蛋黃是一整顆耶 很像一個顆粒狀的 然後這個呢剩下的那個 生鴨蛋的蛋白 你可以加到這個蛋黃裡面 然後因為我怕太鹹 所以呢我打算之後 煮東西的時候再把它沿用 先放旁邊 切皮蛋呢 生鴨蛋黃 好 好了 準備保鮮膜 煮好之後把它拿起來也比較好拿 所以我們要先鋪保鮮膜 接下來呢把皮蛋丟進去 接下來是蛋白 接下來丟到電鍋裡面蒸 稍微微一下不要完全密合 好 十分鐘 喔 差不多了 你們要用筷子先看一下這個表面 可不可以把東西放上去 因為我把它撐下去 接下來把這個鹹蛋黃排排站 蛋黃丟進去 先記得小心到喔 不要讓它移動 好 繼續加熱 來囉 完成了 三色蛋 蛋糕 通常好像三色蛋都是正方起來 長方起來對不對 結果我做出來看起來 根本就是雞男哥嘛 然後呢 我們要來切它了 用切蛋糕的方式切它好了 告訴你們 這是我專業嗎 不過三色蛋也不要吃太多啊 雖然我個人很喜歡 我今天煮的量就有比較少一點點 切好了 我們來吃吃看我們的三色蛋給兩個 有沒有很漂亮 然後這個是鹹蛋黃 喔 它就是起司蛋糕啊 起司蛋糕中間是巧克力 我先來單吃看看味道怎麼樣 好吃耶 因為我的那個生鴨蛋的蛋白 我沒有加進去太多 所以它的蛋白的鹹度剛剛好 因為我們一般人吃三色蛋的時候 有時候不是會覺得它太鹹嗎 沒有 我跟你講 如果你的做法跟我一樣 不要加太多的話 它鹹度完全剛好耶 而且它的蛋白還有那個 皮蛋就是可能有度過去的那個味道 好喝 好燙喔 我們一般吃三色蛋 不是要兩半的吃嗎 但因為我等不及才太想吃它了 好想要配個飯了 好 再來一塊 這個呢接下來我們要來幫它加一些奶油 吃蛋糕的時候上面不是有一些奶油嗎 所以我們在幫它加一些桂罐的那個沙拉 來 我們幫它來淋一點 這就是蛋糕上面淋那個 淋奶油 這個鹹度真的剛好 本來的味道是淡淡的形 結果加了沙拉之後 它的味道變得比較滑順一點點 好吃 好 再加上奶奶吃的味道 鹹甜啊 鹹甜 麥魯來 等下一塊 來 我擠這樣可是遜咧不及了 你想捕捉 還差得遠呢 月前龍馬 你還差得遠 你還差得遠呢 我太煩了 然後一定會有人問我說 這特級廚師在哪裡買的 先跟大家說 就是基本上你的廚藝到什麼一個臨界點的時候 你就會擁有這一塊板子 不要問我是哪裡買的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就是這樣子 然後最近看了一部我已經很喜歡的動畫 它好像其實2016年就出了 叫四月四年的謊言 我覺得真的非常好看 我個人其實很不喜歡這種有點難過的劇情 因為太好看了 所以我就不喜歡從頭看到 我就哭得跟智蕩一樣 強烈推薦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這樣剛好吃掉一半 我剛剛不是說很像那種cheap cake嗎 可是我覺得它現在看起來比較像是芒果起司蛋糕 這上面那一層是芒果 剛好最近的季節是芒果 好看 天天 哇 最後兩個的 雖然說真的很好吃 可是一次吃掉這樣一大格 其實還是會有一點膩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一次吃太多喔 超沒有罪服力的 最後一個的 吃完了 今天的三色蛋蛋糕 硬要叫它蛋糕 其實我覺得做起來蠻有趣的 而且還很簡單 大家有機會才試試看 然後我終於理解了 為什麼一份30塊的三色蛋量會這麼少了 除了就是它要一直切很麻煩之外呢 就是它的量不多 但很容易膩 所以其實我剛剛在吃到一半的時候 就覺得有一點點膩了 所以大家記得就是不要吃太多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囉 掰掰 掰 最近剛做完體檢囉 我覺得我體檢最大的差別就是我的體重 你們年身高啊 雖然說你們都看不出來我變胖 因為我也沒站起來 你們就看不到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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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